这里标记还在选锤石不要捏拉塔 不先选捏拉塔吗 那就是涛博确实有东西打捏拉塔 但这锤石也是终极呆瓜呀 不是这个英雄说真的我是不看好的 我觉得捏拉塔会好一点 但是刘新宗的锤石有说法的 刘新宗的锤石已经是现阶段选出来发挥的最好的锤石了 奈特终极要被干咳了 这一波怎么说 看一下奈特的操作 要被打闪了 闪电打开 现在有魅惑吗 有的魅惑出来了 这波魏魏被打到一个反打闪 这波伤害太低了呀 这里下路来的下次再 怎么说这里刀割 捡到了 那这一波应该不会死人了 这一波标记下路也是防了一手干咳 我两位打得很激情 下路就不来了 看要怎么说 要闪现Q了 闪现Q Q到了 牛逊顿这里应该要杀了 没有 这都捡不到 最后拉开捡到了 这里马克是第一时间没有闪的 这边套博的上路三下路有真眼的 威威 你看到了 踢上去红尘挂上 直接打一套半血没了 这里没闪的威威 但是套博这边好像不知道威威没闪 这里盲村装备你现在这么多吗 怎么感觉一套上去 上去把威威秒了呀 这样子的话上路下 要不了了 中国的补刀是慢慢多后 二十到了 这飞机的对线难度这么大吗 四百五的魔抗刮伤了 又拖十来块 一个狗狗到了 一则瑞个R 一个打打一套很痛 一则直接一拿开 这边换去可以 一个R再挂伤 再也血量很低 想回来 威威这里有大有闪 GK拉夫要死了 捷克拉夫怎么说 捷克拉夫站塔下路出不去 下路就不少死了 但上路陈泽宾也是被干涉到了 进 那这一波下路 马可没溜急了 溜了 一个勾勾到马可 闪现躲吗 没有 捷克拉夫这波没有闪现躲 躲拉闪现到个街上 那这一波的话 涛标记下路 也是硬杀到了捷克拉夫 那这样子的话 对线也不太怕了 不过陈泽宾这里 也是又要死了 王森是差两秒的大招 但是还是气回去了 没A到 无所谓了 那这一盘对于 标记来说 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陈泽宾这盘 没稳住呀 死掉了 位置被涛姆逼走了 而且没有炸热包的飞机 这一波怎么在 这一波没有炸热包 捡上去了 威威被捡了 自己也被打没了 而且被获得盗克 盗克被打了个计划 一个哥勾到了 EZ EZ这波被勾到 被秒了 捡K拉夫被秒了 但后续这边 标记能追到人吗 追不到呀 威威的被闪现躬住 威威的位置上去 完了 威威 这一波标记 再一个哥又勾到了 这个也要死了 这个也要死了 这个也死了 这波流星座身上 还有技能吗 这里一个机 哇小天好笑啊 小天山还有闪现 这一波队友 第一时间 没有想过勾到人啊 一个Q 陈杰拿下来 哇这一波杰克艾 又是杰克艾 又是刘青松 又是刘青松的 锤石帮标记 再次找到了 一波反打能力 但这波涛博 只能说小转啊 本来是一个爆转的局面 现在只是小转 但是这一个勾 是怎么勾到杰克艾 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波团上回放威威的 第一时间找威威 把威威直接打走 这个选择非常正确 威威被打满 打了半截 而且这里 其他的也找到道格 这里是杰克艾 一上去 本来牛青松 不想勾 杰克艾想勾狐狸的 但这波杰克艾 想一上去 打道格输出 道格一个金黄 打开了呀 杰克艾这里 有点大意了 然后后续 威威非常漂亮的 一个闪现 也是眩晕住了 这里一个勾 队友没想过 能勾到呀 勾到了灯笼 他这个灯笼 给的好像不太好 没有给过去 这里小天 也是一找三个 还秒了 牛青松 帮逃博找回厂子 有点难说啊 跟着玩的飞机 但好在是自己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失误 一个RR的 现在很痛了 看到没 三分之一 直接四分之一吧 哎 这里 杰克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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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太危险了 但自己好在是 没死 先拿开 这一波又是 牛青松的垂石 把芒森勾到 而是这里 一个RR到了 杰克艾 这波标志是 一波非常不可思议的 又是垂石勾到了 小天 然后导致 埃卡没有死 有闪现拿开 我 BLG这个队伍 是靠 垂石的这种团战 打赢的吗 那这里 杰克艾 030了呀 杰克艾 已经030了 这里BLG是 船长三缸二了呀 现在BLG 感觉是顺军 要反超经济了 这个大王拉下来 但他 BLG这里也不好 退高地 只能回来 这里找到了 威威一个 一闪 威威这里 身上有 描表 还在这救了一手 自己的大招 被打没了 但这个五龙怎么说 要靠陈泽兵的捅了 但这一波 涛泊的蟹 做得很好 这里标记 选择直接放掉了 标记好稳 这个大龙 五龙就还放掉 在这里选择蹲人 这里又来了 什么情况 这里 马克闪现 RR到牛青松 牛青松身上 虽然有描表 但后续没闪现 没有人能救他 这波打野还不在呢 这里一个 一个R 青灰燕林 还是 伤害还是可以的 打了AOE 打得还不错 那这一波威威 也是被 K-Night 找到的一波机会呀 但标记现在 还是有胜算的呀 不用急 这里踢过来 是知道你的飞机 被刮了 好在是没Q到 这里瞎子 移速很快 威威的捡兵 比没捡到个闪 陈泽兵这么没闪呢 感觉 标记只是死了 一个辅助 怎么感觉 标记死了 一个AD一样的 淘宝看到 对面的C位掉了 直接选择硬推 这一波 标记的C位掉了 怎么办啊 标记的C掉了 标记打不了了呀 这一波 淘宝也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直接选择一波 推中 但是好在 这波通牌还在 而标记的C复活了 怎么说 标记的C位出来了 这波淘宝还要推 亮点有五龙buff 我这一波波克伤害 还是有点高的飞机 现在 这个R 有了两件套 伤害R是很高的 但有五龙buff 也不好开 来了 这一波流星苏 就一勺 奈特 天脸 空了 而且灭活空了 狐狸这一弹 威祸子像个战神 一个人切四个 当我这里要被秒了 当我被大龙喷死 威祸子跟个战神一样了 好在是 K奈特这一波 天脸灭活空了 不然标记还要倒一个 现在看一下标记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主机体 因为死了一个很肥的 你饿肥流丝呀 这一波是被 逼 淘宝找到了一个五龙buff 最后的一点时间的机会 一个桶炸掉了 那还好 高级还能守一会儿 这里飞机身上是有一个中亚的 是要炸亚包进场 有中亚 但是他这波没炸亚包 哎 哎 别别别别 来了 威祸子这一波在后面向战神 知道你这波全部人没闪呢 这波只要等狐狸来标记就记 来了 威祸子 先剪点icon 直接找点icon 然后去找刘新宗 这波刀哥被麻省踢 刘新宗已经死了 刀哥没闪 二断二剪 刘新宗直接 刀哥直接倒下 这波马可还只指刀了陈泽宾 陈泽宾这边一个桶还没有秒掉 马可巴克最后还是被威穴秒掉 但这波天是什么意思 直接跟个战神一样踢上去了 这波涛博怎么选择 是一波还是打五 还是打大龙 这波涛博是要先推上路高地 中路高地也在推线 这波团战 格温是真的猛啊 这是近几天来最猛的格温团战啊 没有见过这么猛的格温啊 是表情太不小心 还是这个格温太猛呢 搞不清楚 但这几天比赛格温从来没有发挥到这么爽过呀 这是格温天局吗 这波看一下 左边的闪现 盲森是没有 马克是没有的标记 牛星松站在最前面 想要勾人 想要做点什么 站在一个很阴险的角落 谁给你勾 有谁能勾 这里 涛博这里中路狐狸 不要这个五龙啊 直接去得高地了 这波涛博怎么选择去推高地了 这个五龙让小天抢 小天让小天当英雄 这里到个QR空了 而且牛星松勾到了王森 但这波王森脚扩住 就不会被一波的 这里船长有个大招 怎么说解答很快 出来都是被打断的 这一波KLight指挥的 这一波必是我KLight指挥的 这一波我KLight指挥的 这一波KLight直接让队友去拖一下 然后直接中了一波把人喊过来了 哇我KLight指挥的这一波 这一波标击也是没办法呀 这个阵容虽然是拖到了很后面 而且前面也是打回来的 但是你们的阵容零控制 而且变得一个格温兄弟 一减五的格温 我已经有半年没见过了 不对半年是已经有两三周没见过了呀 但这一盘这格温玩的太爽了呀 哎呦这一盘还是这个格温发育的太好了呀 陈泽宾应该把他直接单杀绷的呀 是不是这样呀 拜拜了拜拜 亲爱的观众们拜拜